看到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分享五种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绳结 我们请看第一种 这是一个绳头对接最实用的方法和技术 两侧绳头各自互相搭接 外侧直接翻转,形成半扣 绳头从半扣双圈中正反向颠倒位置 然后互换一下,直接窜插 双向受力,拉伸 收紧之后完成的接点,宁舌不开 断绳这样对接,安全牢固,可靠方便,结实又实用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的打接方法 这是一个冰柱防滑锁装定位节 装点过滑,我们不知道如何定位 找到一根绳子围绕装点这样缠绕 五指六周的同时,将底绳从后方拿过来 然后再从装点后方绕一圈,留有一个绳环 将绳环提动,从装点锁入进行收紧 收紧之后的节点我们可以看到 在非受力的条件下,自由上下移动 想在哪里定位,直接定位,受力 宁舌不划不开,简单,安全使用 第三种,咱们在户外施工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的技能 也就是锁装毛结的打接方法 锁装毛结的结法极其简单 绳子这样对折之后,短绳进行缠绕 缠绕三周即可,翻转 绳环过小,上下,咱们在非受力之前自由调解 调解完成之后,窜入前方进行缩紧 直接收紧处理就可以了 在使用的同时,无论是拖车锁装定点 高空逃生掉雾,它是宁舌不开 安全牢固,非常实用,又可靠的 老式平口结,又叫五四扣,油平结 它的结法极其简单 左右互换位置,右侧再次提动 中间结点不要动,后方双绳分开 单绳环从中间结点窜出 后手抓住单绳圈 直接我们调整,锁在瓶口就可以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放大之后,套在我们需要锁紧的物体上 比如说家里的盆景绿罗吊栏 我们用这个瓶子做下测试 双向拉伸,直接收紧 非常简单 家里花盆悬挂,非常的美观 又漂亮 第五种,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称之它为绳结之王的 约是称人结 无论是称人 锁装 定点 逃生 拖车 调悟 救援 我们在使用到此生结的时候 它都是非常安全的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快速 约是称人结 俗称为 神结之王 不仅是称人结 不仅是称人结